我和她认识很久了 之前也没有想过跟她走到一起 但是在一起之后这一年时间里 我感觉她没有说的那么在乎我 她总觉得我不在乎她 我不知道还要怎么做才能证明 我对她的心意和对别人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她现在总是把一些小事情放大 而且一吵架就总犯旧账 我真的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我现在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和她在一起的 现在她老是说话不算数 我感觉没有办法去信任她 在她眼里游戏比我更重要 很多小细节对我都没有那么关心 所以我现在很纠结 到底要不要继续 这段感情还要继续吗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男嘉宾李先生26岁来自河北个体 女嘉宾李女士22岁来自河北学生 来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老位啊 女生是觉得这段感情有点悬了 是吧 你呢 就是她这人吧脾气太大了 然后小事吧总经常性地提 就是说咱现在吵架的时候吵的是这件事 她总把上件事再搬到这件事里面 再重复地再开始提 谁也受不了这个样子呀 对吧 那之前的事就每一次都提起来 你让人心里面多难受啊 我可没让你抱怨她 我是在问你对这个情感的态度 你的态度是什么呀 我的态度就是今天想来就是说调解一下 就是我们俩相互肯定都有问题 都需要一些改进 你俩说白了是不想分手吧 我 我 对 对 就是她刚刚说我小事重提 那如果她改了有些事 我肯定不会提啊 咱说事吧 就是当时我们俩好之前 她有跟我说 我跟你在一起之后 就再也不吃冰榔了 然后跟我在一起之后就一直吃 那因为这事吵了很多次 就有一次吵得特别凶 我就牛脸我就走了 回来之后她就发毒誓说 我以后怎么怎么怎么地 然后她还老刷不算数 我就感觉你都发毒誓了 她说的不是都全对 就是冰榔 我之前没跟她好的时候 我就每天吃三包多的样子 这个瘾头吧 她暂时戒不了 但是我跟她好了之后吧 她总拿冰榔这个事来跟我吵架 就很烦嘛 所以说我就把这个东西 再尽力地克制 我又改进去 她看不到而已 现在还吃吗 我现在的话没有吃了 现在不是不吃了吧 就现在找了个薄荷糖代替 就是她嘴里必须要有个东西 你每天不吃东西就难受 我就跟正常人不一样 这怎么了呢 就跟饭一样 这有什么呀 这不是你男朋友吗 可是他说了做不到啊 我就心想着 你怎么这个人说了这么不算数呀 他这个东西他有瘾 不是说一下子就说 有瘾你还有理啊 行 这事咱们翻过吧 还有别的事吗 还有就是打游戏 我磕了碰了 我说哥哥我好疼啊 他就说哎呦我打着呢 我现在快输了 我就心想着我不要你过来 你口头上安慰我两句 可以吧 然后也不安慰我 主持人是这样的 就是平常的时候的话 我对他都还真不错 他在床上面躺 就是说你把这个拿过来 把那个拿过去 我想喝这个 我想去买那个 我都去 就是我打游戏的时候 我想就是自己需要 就是单独地玩这么一小会儿 我需要自己安安静地先打 就是我平常的话 可以好 百依百顺地都可以对你 就是我打游戏的话 我想单独分裂点时间出来 让我自己心里面舒服点 我不是没有给他单独打游戏的时间 打游戏现在是特别长 四五个小时 就是少的 这个挺长的了 长是长 不是咱算一下 那你刚才不还说我只要一点时间吗 每天要睡八个小时 对吧 他睡12个小时 基本睡眠吧 行 他要睡12个小时 打四到五个小时的游戏 这16个小时就没了 对啊 啥时候去工作呢 我现在的话都歇了 我主要做这个旁马迪挺的瘦瘦 冬天的话 这挺没有人玩 太冷了 咱们冬天就没事干 在家里面待着都转陪着他 行 我就听明白了 就是打游戏呗 打游戏 就是我那次去找他去 我下车当时下雨了 然后我就说那个 哥哥你能不能来接我一下呀 然后他跟我说 让我自己回来 后来我自己回去了 我自己回去之后淋湿了 开门 看他就是特别 因为输了嘛 脸特别不爽 坐在那儿打游戏 嘴里还嚼着冰榔 当时就是已经发生说 不吃了这些 然后螺了一盒那个烟 就是一盒冰榔在那儿 然后我就看着他 我就等着他跟我说两句话 我说 我说我身上都湿了 你不想跟我说什么吗 重复好几遍 不说话 后来看了我一下 你又没湿透 就是意思就是说 我吃的不多 我说 我吃的不多 你就不说什么了 那我还淋着呢 你打游戏 你就不管我了 我特别生气 后来我来他家 我就把东西给砸了 然后他当时 把剩下的东西砸了 还把饮水糊涮了 不是 你都砸了些什么呀 就砸了些碗 我把剩下的都砸 当时我也是生气 你把剩下的都砸了 然后他还 你都砸了些什么呀 锅碗瓢盆 厨房用品是吧 厨房用品 都给砸了 砸得好 反正也不打算过 就他还怨我说 给他发微信语音 所以他输了 我这个人就是打游戏的时候 这个状态不太一样 你能懂吗 就是我对你的时候 摆一摆顺的时候 是一种状态 我打游戏的时候 我会陷入到游戏里面 我需要反应 需要操作 我需要好好的打好这一把 你能懂吗 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话 我就来回切换呀 就来回切换 就是他跟我一说话 我就开始切换 我切换完之后 不仅游戏也没有打好 还把他给整生气了 我就感觉得不偿失 他回来之后 一打完之后 那我一气之下 算了我也砸了吧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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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脾气大 这不光是这么件事 还有一回啊 就是也是打游戏的事 就跟我吵嘛 他那会吵完了之后 就往外面跑 把门直接就摔了 我当时想 我说要不然分了吧 我说我也不再追了 我说想了想 当时天冷啊 他穿得少嘛 我犹豫了会儿 我说算了 我去得把他先给找回来 有什么话 他回来好好说呗 去外面去找 找不到人 手机什么的也没有带嘛 最后找了得有个五六分钟吧 最后在银行找着了 找着我让他跟我回去吧 他也不再回去 我给他扛回家了 就是特别任性 脾气特别大 就是我觉得 我跟他吵架 都是很小的事 不用是搬在台面上 来讲的东西 在他眼里都特别严重 那你找游戏去得了 而且他老说 他那个分特别高 然后怎么着的 我当时都想 身披华夏战袍 为中国去做做这件事去 但是因为我还大了 对吧 我大了之后 反应什么 跟小时候 我没那么一样了 所以说的话 我现在就老老实地 干我自个儿的事 对你居好 但是我偶尔的时候 我玩会儿游戏 那也不叫偶尔 前些日子 我不是戴牙套吗 我说牙疼 刚紧完 我就跟他说 也不理我 后来跟我回了一句 我安慰你两句 或者就是意思说 我过来 你就能不疼了吗 我肯定疼啊 那我肯定需要 他就是男朋友的 你除了游戏 是你最大的情敌之外 还有其他的情敌吗 我跟他好之前 因为我们俩认识时间特别早 应该算有交集吧 朋友之间都认识 然后当时我跟他在一起之前 就是十个里面有九个人跟我说 不要跟他在一起啊 然后我当时 为啥呢 他原先太花心了 当时也是他对我特别好 那会儿是 我晚上失眠 他都会语音就是跟我讲故事呗 一直讲到我睡觉 就睡着了 不是 那会儿你是他的游戏 是吧 那会儿赛季结束了 你看 赛季结束了 所以说那会儿你是他的游戏嘛 来 你接着说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这个人和我朋友口中 他们所说的那个人不太一样 也是接触了很久 然后我才决定试一试吧 然后试一试 我觉得还挺好的 但是我发现他就是什么 说话不算话 打游戏的时候 就根本就不理我 我也不知道他是直男癌啊 还是怎么着 就每次朋友我说前这些话 我就想想 我觉得有点后悔 当时没听他们的话那种感觉 不是 你说了这么多 说我以前又花心又这那那的 最后也没有花心的什么事 又还是打游戏的事 对 你跟我担心 就是我跟你好了之后 我把我微信里面 所有的小姑娘什么的 全都给拉黑了吧 就是我以前所做的什么事 能让你现在还这么害怕吗 也没有啊 就是我咱俩吵架 都是很小的事 我希望你就是不要 就是拿这种事来说我 你今天在干嘛来了 不是过得挺好吗 我看 彼此接受 互相欣赏 打打闹闹 一切都好 来干嘛来了呀 姑娘 解决问题啊 解决啥问题 没问题啊 游戏啊 游戏怎么不是问题啊 对啊 那你走啊 我走啊 干嘛还来这儿啊 那你 就我听了半天 我没听明白你留下来的理由嘛 就是因为他除了游戏以外 对我是真的挺好的 那怎么办呢 来我们这儿 我也不能把游戏给封杀了呀 我就想他觉得 我是个活人是比游戏重要的 好 问问他 你觉得他重要还是游戏重要 他重要 完了吗 他是这么说的 行 我再问你啊 你借得了游戏吗 借不了 你借得了他吗 借不了 离开游戏你还能活吗 能 离开他你还能活吗 能活 不能活 所以这个几个问题 我们就大概知道 虽然不应该这么问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你为什么就千方百计地 要断了他的一些爱好 我没有想断 就比如我刚才说的那个事 我说我磕了之后 你就不能安排我两句吗 你就在那儿 你就在那儿 你有磕喜欢的事吗 姑娘 有 说说 要选气象像 比如过程车啊那种 蹦极 对对对 然后一系列的事 对 你要蹦极 你的时候人家把那蹦极 线给你剪断了 你愿意吗 不愿意呗 为啥 不会死啊 差不多就是一个意思 就是在过程当中 他被干扰了 被打断了嘛 不就一个意思吗 可是我没有让他过来呀 我就叫他嘴上 说两句话吧 他自己都承认他老了 他不说话都打不过别人了 他再说话不就死了吗 接下来我问 你喜欢这男孩 喜欢他什么 他就是愿意把他 能有的都给我 那他都有些什么呢 他每个月工资啊 或者说他买点 就是我喜欢吃什么 他都会去买 就是对你好呗 对 钱归你管呗 不打游戏的时候 就全身心地对你呗 也就是在他的世界里 只有你和游戏 对吧 那不是挺好的吗 那你还到底要什么呢 他打游戏的时候 根本就不在乎 我怎么地了 你知道吧 行吧 那你们看看怎么办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好的爱情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一半是对美好的追求 一半是对残缺的包容 我现在在你们的故事当中 只听到了你的追求 完全没有听到你的包容 他睡12个小时有什么问题吗 如果他不影响他的工作 我听起来你的工作是季节性的 对吧 所以比如我这半年我工作 我那半年我休息 像很多的农民朋友也是一样的 他们盲耕的时候盲耕 然后农闲的时候农闲 这是工作性质决定的 如果他有正常的收入 并且还交给你 他就睡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从吃槟榔到吃薄荷糖 他对一件事情上瘾 这件事情并不违法 也不危害社会 那么他可以循序渐进地 慢慢地把它戒掉 也是一个努力的过程 这两点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 今天的主角 游戏 很多女生都问我 到底是我重要还是游戏重要 这还用问吗 喜欢游戏的多少人 喜欢你的多少人啊 游戏对于它的吸引力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一辈子 必须有一件事情 是不以此为工作 不以此为谋生 而仅以此为爱好的 我现在来问你 他不打游戏了 他天天出去 唱歌 蹦迪 喝酒 让你选 你是让他打游戏 还是选后面 打游戏 那不就完了吗 老师你有点偷换概念 你为什么你打游戏的时候 就把这些词儿往这儿并呢 你可以这么问他呀 如果现在不让他打游戏了 对 让他选择 是 每天看书 对吧 听课 学个外语 去旅游 你还让他打游戏吗 不让 我们讲的是 对啊 你偷换概念 你讲的是上进的学习 我讲的是生活的娱乐 好好好 对 所以呢 我现在就是在讲他的业余时间嘛 娱乐空间嘛 对不对 打游戏的天天在家里 就打个游戏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我觉得你俩最大的问题就是闲的 如果你们两个都忙起来 像刚才赵春老师说的 去学习 去工作 去旅游 去热爱生活 就没有类似的矛盾了 我现在想跟女生说的就是 女人啊 要抓大放小 你刚刚讲了 其实除了游戏这件事情以外 其他的事情它对你都非常好 对你又照顾又包容 挣来的钱也都要交给你来管 可谓是实心实意了 在我看来 在外面也没有任何的 其他乐举的行为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还要把它唯一的属于自己的 这个游戏时间拿过来 全部都属于你 是不是要的稍微有一点多 我没有想说让他不打了 或者说就是全部给我时间 我就希望他打的时候 能稍微在乎我点 这个意思 他不打游戏的时候 不是挺照顾你的吗 就是他打起来游戏 你男朋友是一个一根筋的人 他专注于一件事情 就只能做这一件事情 对不对 打游戏的时候只能打游戏 照顾你的时候只能照顾你 优点是什么 如果放到爱情当中 就是他如果爱你 他可能就只爱你 你懂我意思吗 他可能比如说他其他的时间 之前也好之后也好 他可能专心专意地爱别人 但是跟你相处的时候 他就只爱你 打游戏的时候只打游戏 睡觉的时候只睡觉 他必须把生活切成块过日子 你需要自己在这种块当中 融入进去 这就是你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做女人要有自己的智慧 就是对对方包容 让自己活得从容 好吗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好 谢谢左燕老师 要求的点是不对的 四到五个小时的游戏时间是很重要的 就是对方式нь roz上来 道路上 好 谢谢 我看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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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除了游戏 还行 其实你真的不了解它 这个人的脑回路 它是单通道 什么叫单通道 我给你举个例子 有时候我在追剧 错过一分钟 我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别人不能跟我说话 会影响我看剧 我就完全get不到 剧里在说什么 比如说我儿子 他是多通道 他看剧 他可以同时和我聊天 同时在摆弄别的东西 同时还要再想想他的功课 这是两种 完全不同类型的人 所以他是单通道 就意味着 他同一时间 只能关注一件事情 这就是你说的为什么 除了打游戏 他对我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他是爱我的 可是他一打游戏 他的世界就对我关掉了 他不爱我了 不是的 是你有点着急 或者说有点矫情 其实治疗矫情 就有个特别好的药 就忙 我特别了解他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我做一件事情 别的事情一定做不了 谈恋爱的时候工作不了 做事的时候顾不上谈恋爱 这样的人有优点 他会认真 他会执着 有缺点 他确实会忽略到 一些本来也很重要的事 那你就自己去评判了 自己去权衡了 我爱的这个人 就是这个样子 我能不能接受 你懂了他 你就好做选择 懂吗 我说说你啊 小猴子 不是帮你说话 思路简单的人 一根筋的人 确实有好处 但是有一个极大的问题 很容易沉沦 你睡12个小时的觉 打那么多的游戏 不停地要吃冰榔 或者吃别的东西 特别容易失控 而且容易陷在情绪里 这样的人 一定要权衡利弊 我这么打游戏打下去 可能女朋友就不要我了 爱情就没了 事业就荒废了 我值不值得 我相信你权衡利弊 做出的选择 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就会很认真 希望你能够 日子越过越好 不要再沉沦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延老师 来 图老师 一个生意人一天到晚 睡12个小时 我现在确实没什么 是吧 一个生意人 只淡忘记做生意 他是想着 把生意做大的人吗 你是想着以后 跟他结婚之后 有其他安排的人吗 你是有规划的人吗 不说你要很勤奋 把生意做得很红果 也没有像你 这么懒惰的生意人 而对于你来说 你是个学生 你就闲得没事干 他在那打游戏的时候 你就不能学学外语 或者是学学职场方面的一些技能 你不想有自己的事业吗 你马上就要毕业了 你就不可以想想工作的事吗 你就这么闲吗 按照你们现在的生活 就是喜欢打游戏 你就直白地跟他说 你打 每天我就规定你 三小时或两小时 那两三小时 绝不打扰你 我还给你冲好一杯咖啡放那 你就让他舒舒服服 打那两三个小时 只要其他的时间 心里没别的女人 没别的不良嗜好 一心一对 钱又交给你 你已经够了 而关键是你自己 你自己也有自己的事业 你不能一天到晚 你的时间就盯在一个男人身上 你如果要是你一天到晚 把眼睛盯在一个男人身上 你迟早把自己盯成一寡妇 你会因为你已经把男人盯死了 你明白吗 拜托你眼睛里有点别的东西 拜托你们俩生活当中 还有那么一点奋斗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陀老师 就生活现在我们 太多的事情极端了 比如说游戏战队 拿了世界冠军 是可喜可贺 怎么突然一夜之间 就刷了朋友圈了呢 似乎好像他们拿了冠军 就证明说 打游戏这件事就是对的了 请注意 他们是游戏竞技 一个普通人一天 打五六个小时的游戏 他不是足事这个职业的 我觉得就极端了 你也够极致的 你的生活里真的什么都没有 只有他 那你们这日子咋过呢 当然我觉得 选择一种平淡的生活 我就做普通人也没问题 但是普通人其实是有个标准的 普通人是 我永远积极向上 我慢慢去努力 我去够 这是我理解的普通人 可是这个心态你们还有吗 所以回到生活本质吧 别吵了 就是那句话 你跟一个人的爱好 去做比较 你永远是一个失败者 游戏其实是他的爱好 那你要管他的是什么呢 我再问一句 未来有了孩子 你会发现一天打两三个小时的游戏 就变得特别过分了 那个时候你是要求他借了游戏 还是要什么呢 所以问题的核心并不在 是不是打游戏 问题的核心在 他的生活重点在哪 他的关注在哪 他的喜好和他的生活 怎么去匹配 你操心操得太多了 一起进入 那几天喝鼓发红堂 真情60秒 是这样的 我想以后 我打游戏的时间 我放爽 我多在乎你一点 你磕了碰了的 就是今天就是 老师们说的话 我都有认真的 都在那会儿听 就是我有我自己 过分的地方 然后你这里的脾气 我希望你能就是 收敛一点点 我想跟你好好的 就是说咱们 没有必要这个样子 就是咱都给对方 一点空间出来 我打游戏的时候 只想我自己单独的 需要一个私人的小空间而已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那段时间的话 希望你能理解我一下 然后希望我怎么样 我没有说让他放弃游戏 只是当时在一起那些 别人说那些话真的 太那什么了 而且我也有自己的生活 我只是算了 等一道放弦 理解了 听明白了 别哭啊 别哭啊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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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他带走 你的那瞬间 成为我们的记忆 如果你跟他在一起 仅仅是为了施舍他 我是多么地伟大 我都接受你这样一个浪子了 你还有什么不能听我的话 我看你们迟早分了得好 这眼泪越哭 就觉得这个感情越不纯 谢谢两位 请回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